巴黎奥运进入倒数体育署洗手国训中心 国家运科中心公布今年奥运中继站 包含膳食公寓、运动中心及物理治疗所等三个支援据点 并且连结民间运动以及餐饮企业 提供完善后勤 就是要成为中华健儿及教练们的最强后盾 我们都希望能够提供给我们的选手 有一个最好的后勤之言 让他们能够在场上没有受到干扰的一个协助 成绩的好坏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 选手只能尽力 这个有天时地利人和的问题 但是我们国家能够做的 民间能够做的 就是希望我们尽最大的努力 让我们的选手都没有后顾之忧 提侣述从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的苏丹公寓开始 到东京奥运杭州亚运都设有中纪站 今年更是有多项创举 像是国训中心厨师也将前进巴黎 照顾选手们的饮食 还有今年我们家上的物理治疗 都在这样一个中纪的平台里面能够完备 那今年更特别的 我看到了相关的内容 里面还包括了这个心理师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创举 我们首度跟农业部合作 能够提供一些台湾在地农产品 持送到我们的巴黎 不管在中纪站 或者是我们选手 平常需要的时候都可以使用 体育署也说 目前国内共有49位选手 已经取得巴黎奥运的参赛资格 接下来就期望选手们 全力以赴 为台湾争取最高荣耀 远时新闻感召麻药 不然路上台北市城报道